台北市若能舉辦第一屆朝太節活動 是達安區昌隆里里長王志剛的心願 因為早在二月時 里內的昌隆198公園 繼泰國音樂廣場啟用 就帶給民眾非常棒的休閒有氣空間 同時結合智慧綠能 並融入生活美學 未來這裡有很多藝文表演 期待透過活動舉行 帶來和家同樂的歡小聲 它有多個面向 第一個 泰國辦事處在我們的裡面 我們在今年二月三號 啟動了昌隆198公園的 還有泰國市集 然後大使跟我們 是有一個默契是說 還可以延續辦很多國際性的活動 但這個面向除了國際聯繫之外 他還會邀請多國的使節一起參與 那這個面向也牽扯到了 我們海美市政府所做的環保的進度 要照高給世界看得到 主要的目的是 我們要用這個 聯合國永續經營的項目 海廢海洋還有教育這一塊 那我們是想要讓所有的年輕人知道海洋生態 不是這個別人的責任 是每一個地球公民的責任 所以我們全部都用海飛料 來去做互動的這個永續的這個教育工作 因為北科大在兩個月前用海飛料做的這個燈具 叫好不叫做 都是環保同溫層的人參與 市民都沒有人來參與 年輕人更不用講 但是我們盡用這個魚熱的效果 讓年輕人重視海洋生態這個教育意義 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那這個意義最主要是在昌榮198 我們昌榮裡所有的木質都改成海飛料 還有節能減碳的招牌 我們率先達成高達98% 商家你要從大的招牌縮到小LED是不容易的 但是我們利用了三年半的時間 說服所有商家 目前只剩兩個商家 所以這個兩個商家也是希望 這個政府要幫忙執行 因為我們希望整個社區能達到100%的節能減碳 朝向這個2050年的這個排碳的社區 所以我們是順先做到的 那主要主要是希望說 我在這陣子這個一直為了籌這個款 我很感謝所有的單位 5萬20萬的這樣支持 但是我希望市長能有一個明確的一個單位 能依注至少200萬或者300萬 能讓我們在第一屆能創造出來 這個台北的一個幸福的快樂跟教育意義的節情 那今年我想我們會盤點它 也謝謝環保局這邊 因為這個主題 跟我們環境有限時期可以結合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來支持這個活動 那明年的話我們再看今年舉辦的這個成果 我們會來請相關局處 透過業界預算的方式來進行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我們都願意來進行 活動的活動 會上大安區景泰里范燕齊笛長提出 應將勾體和勾蓋整合成一個單位負責 彰顯工作效率 每次我們這個勾蓋一打開 各位重視的去看一下 到底勾體裡面的這個勾體的流水 跟高低差有沒有會積水會 有沒有後續會產生這個溫格熱的問題 所以我是建議市政府說 這一方面能夠具體的把它 能夠就是單一的跟一個窗口 一個單位來處理 但是這個希望這個 要找這個廠商的時候 一定要找一個優質的 優質的廠商它可以提供很好的意見 或是說在修繕的時候 能夠很負責的把整體的水光 能夠弄得很整齊很漂亮這樣子 這個對市政府的作業上也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希望他這個東西 一定要儘快拿來解決這樣子 希望市政府能夠做到這一點 不要常常 因為你勾蓋一打開以後 這個勾體都當成一堆尾巴 但是你要是說我們沒有去看的話 那個勾蓋的廠商就把它蓋上去 所以這個有做跟沒有做 等於是完全一樣的意思 希望能夠是能夠重視這一點 還有他在施工期間 這幾百元能夠派一個監工到現場 去瞭解一下這個 施作的這個品質是不是 符合市政府的定出的標準 對這個才能夠常常對這個工程才能夠常常揪走 到我這邊我們來解決 所以以後就是新工處是單一個窗口 不會再說 里長的這個勾蓋勾擠啊 然後打開 不知道聯系新工處還是水利處 就公務員這邊 我們就新工處這邊 就是里長 聯系新工處 那新工處 會不管是水利處 他們會即刻的 支持水利處 他們來負責 所以未來單一時間 我就會新工處把它解決 蔣灣提到在政策推動的過程中 雖然會遇到不同的意見和阻力 但里長們都願意嘗試 並且致力於讓大安區成為示範區 稱讚每一位里長都是優秀代表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